俄乌戰爭讓台灣軍隊強化一切備受關注 但同一時間外媒正在關注的事情 是美國介入的時機點 更多的內容交給家衡 兩岸關係日益緊張 華爾街日報報導 台灣從俄乌戰爭中得到了不同的啟示 第一個是堅定抗敵 而第二個是避免激怒北京 而兩種的看法都將牽動總統大選 為了如何台灣強化軍隊的決心 都會影響美軍在中共武力犯台時的介入程度 俄軍去年二月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 作戰不順 而傷亡是比預期來慘重 而近期還衍生了傭兵組織 瓦格納集團短暫叛變 北京高層都看在眼裡 但是美方的官員警告了 沒有跡象顯示俄軍的困境減損 習近平併吞台灣的決心 而目前總統蔡英文已經宣布了 2024年起義務疫情 從四個月延長到了一年 並且還會向美國採購魚叉反艦飛彈等等的新式武器 也會增加軍事支出 而如同蔡總統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總統的副總統賴清德 也誓言要捍衛台灣的自主 抵抗北京與日俱增的恫嚇 但是台灣是海島取得彈藥跟電廠所需的燃料 等等的關鍵物資其實是很棘手的 而且因為國土面積比較小還缺乏了戰略縱深 而且近年來提高了國防預算 軍費佔了國內的生產毛額GDP比例是2.4% 恐怕軍事訓練現代化的程度都還有待觀察 我們可以看到退役的美國空軍中將智庫密切爾的航太研究所所長德普圖拉也直言 台灣是必須百分百的投入 否則美國或是其他的國家都沒有理由在戰時的時候來給予支援 而美國的前參謀總長的聯席會議主席穆倫也表示了 美國跟他的盟友都應該要表達對台支持 讓習近平每天都能感受到威嚇 並且清楚如果試圖攻台將無法取勝 而且美國副國家情報總監高登也在論壇上表示 儘管習近平不打算把兩岸的統一問題留給繼任者 但是在關注烏克蘭的發展之後 武力清台絕非一個定案 高登說只不過如果無法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和平統一 中國現在已經在尋求解決軍隊的潛在弱點